NBA球員和資方分紅之爭 NBA勞資封管僵局持續發燒 聯盟現在給予球員收入的51%分紅 比起以往少了6% 國家籃球員協會律師凱斯勒說 51%分紅是個幻覺 實際上是更少的 NBA主席史騰對球員們下了最後通牒 11月9日前要同意51%案 否則分紅將下降至47% 球員們正考慮撤銷他們的工會 以便在法院裡控告資方 這恐怕只是個嚇唬人的策略 這項行動將影響2011下半季 但真有人在乎嗎 想成為我們的動畫人物嗎 相關資訊請上臉書 Get Animated kidare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